走 怎么了 我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他怎么说走就走啊 你真傻呀 这都看不出来 他就是想逃避 你和白沙的话题 他们俩呀一定有勤困 你就八卦吧 武飞哥 你给我的药现在越来越没有药效了 我需要新的药 我们见一面 武飞哥 这是哪儿啊 这里是南清最好的私立医院 医生是我的朋友 请问是密斯医生在吗 他在里面 您是吴先生吗 对 请进 好 来 崔小姐 你的脑瘤很奇怪 它不是规则的 而是呈网状 几乎遍布整个大脑 对大脑产生某种刺激 这也是你听觉 嗅觉十分敏锐 第六感知格外发达的原因 你是说肿瘤对我有好处 各方面感官增强 只是暂时的 随着脑瘤的增大 脑神经会进一步被压迫 能够用手术去除吗 这种脑瘤是很罕见的 如果手术会触碰脑神经 很可能会造成 痴呆 瘫痪 甚至是死亡 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呢 目前除了药物医治 我们无能为力 我还有多长时间 这不好说 这种网状脑瘤的生长 是无规律的 也许一年 也许十年 需要长期观察 听见了吗 没想象到那么早 我们还有机会 十年是最好的情况 这种网状脑瘤最好的情况 患者也不会活过三十岁 天青 你别听他的 十年 十年以后 我们还有机会 十年里 医学科技还会发展 以目前的情况看 有一部分视觉神经被覆盖 如果脑瘤持续增长 崔小姐 你的视力会受到影响 如果不进行干预 你很快就会完全失去视力 天青 你别慌 这个医生对你的病情 根本就没法判定 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先治病 好吗 武飞哥 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好 我送你 不要 我一个人静一静 我希望你再来点感觉 我 我还有多长时间 这种网状脑流的生长 是无规律的 也许一年 也许十年 需要长期观察 一年 十年 一年 四十年 二年 伟女 没事吧 伟女 需要帮忙吗 伟女 你怎么回事你 你怎么打人呢 连你们也可怜我 我不需要别人可怜 我不需要别人可怜 甚至是病经病 随便 我 很棒